今天来分享一道金针鲁鱼 这种合鲁鱼 肉质鲜甜 滑嫩 基本上没什么小吃 小孩子特别爱吃 鲁鱼最好是先给它放血 这样针出来的鱼更加的排净 放完血给鱼去鳞 去足鱼鳝和鱼内脏 处理干净后在鱼身上划上一刀 看好手法 左右片开做造型 在背上划上一刀 这样鱼更容易蒸熟 把鱼摆好盘后 放些盐和溜酒 用手给它全身按摩腌制 上面摆上姜片还有葱 起锅 烧水 水开上锅蒸 盖上盖子蒸7分钟 现在我们来切青蒸料 小葱切丝 姜切细丝 红椒也切成细丝 青蒸料就切好了 鱼还没有蒸好 小公主说要给我表演节目呢 时间到了 用筷子可以轻松插入 就说明已经熟透 打掉料渣 倒掉蒸汽水 放上金蒸料 锅里把花生油烧热 浇在鱼料上 淋上蒸鱼此油 金蒸如鱼 制作完成 肉质非常地宣美滑嫩 非常地好吃 如果您喜欢我的作品 请帮忙双击评论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再见